透過公拍鏡頭 可以清楚看到東河鄉南區地區 五塊處及七塊處間的毛五姑溪河段 因山壁崩落 形成面積約一公頃的燕色斧 水保級研判 近兩天擬坦颱風外圍環流帶來的豪大儀 造成燕色補水暴漲 應該是在這次 颱風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崩塌下來 所以去阻塞了一些河流 然後也形成了一個淹色狀態 崩塌的地方大概有1.2公頃 那這個湖的情況 雖然不是很嚴重 而且已經有在這個溢流狀態 淹色浦水暴漲 恐將圍旗下有3000戶居民的安全 當地居民相當擔心 是會怕 你講到有時候會說田裡 有時候會 就是大水灶的時候 田裡是會 會跑去水裡 也會通通下去 我也擔心說耳後因為大雨 這樣子的硬色浦會導致下游 一些住戶的安全 所以我們打算會去做一些輕速的動作 讓這個河道能夠疏通 讓水能夠流出來 那這樣的話後續如果有大雨來的話 也不會再產生任何的危險 雪寶局提到 天色浦已經自然演化出一條小河道 讓危機暫結 但如果再下起大雨 水位累積過快 加上周邊再度發生土石流 有可能還是對下游太遠地區 欠負人家造成危險 但目前將會進行疏通 也會仔細觀察 接著法務的台東東河採訪報道 請問一下